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阿伟不是后悔 阿伟也是难处的 是他爸爸说有难处的 儿子见一个爱一个不知感 阿伟打电话一老板说一直 阿伟打电话一老一说他在一起了 阿伟哭了 阿伟公司出问题肯定顾不上阿伯了 人家对阿伯有感情的 阿伟是要听他爸爸的 家人们 你们东东发财的小手帮主播搓搓免费的小站站 感谢大家 东东里面发财的小手对着屏幕对着主播的脸搓一搓 家人们感谢 现在人家爸爸同意了 是的 我那天看到阿伟直播了一会儿 他爸爸就是说把他那个钱给他 给阿伟让阿伟去还给人家 然后你的 就是说你自己的婚姻 但是他就是说不管了嘛 就是那个意思 你老板说的96年代嘛 阿伟红黑粉乱说的 阿伯老板30岁没有结过婚蛋 老板才是阿伯的 老板是个老头一样 阿伟是个小伙子 阿伯眼睛看错了 阿伯看错人了 老板30几岁 40岁来的人 相处看不起农村 一种家庭 阿伯28 家人们 东东里面发财的小手帮主播点点赞赞 东东免费的赞赞 家人们 阿伯28岁了 那阿伯28岁那个王菲 阿伯也28岁嘛 他们两个差不多大嘛 阿伯在路上 我也在 我也在上看了 我心里好痛 他小妈和妹妹经常欺负他 对 那之前我都关注他 看他那个小妈老是关注他 老板38岁 还有个女儿 真的假的呀 阿伟27 阿伯25 嗯 这样子嘛 我以为阿伯才21岁呢 一种把身份证给的家人们 看30岁 跟他小妹妹经常欺负阿伯 阿伯舍不得就把阿伯带出来 带到自己公司 就出事了 那也没办法 阿伯乱说的嘴巴会弯 老板30% 阿伯26 刚做生日 老板30% 老板自己说有三个孩子 哇塞 他都有三个孩子 那他没结过婚姻 孩子哪里来的呀 家人们 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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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结过婚姻 他公司出事 处理好了等吗 是吧 处理好了 哪有心思再去问 儿子怎么处理好了 他爸 爸没有结婚过 也没有孩子黑粉乱说 笑死了乱说 笑死了乱说 是阿伯乱说的 一种30岁 儿子24岁 我都不知道到底多少岁 有些说38岁 有些说30岁 有些说儿子25岁 有些说儿子24岁 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多少岁 家人们 她说她不要 阿伯说她不要嘛 王芬说你真不要 你不要有家人们 她说直播间的家人们 你们有没有谁愿意要的 要的 当时我还笑死了 我都打在公屁上 我就说我要我要我要 好多人说我要我要我要 笑死了 阿伯不要 阿伯说 这个跑车送给她之后 给她带来了生活上的 什么不好什么什么的 可能全城的人 我估计都去看阿伯吧 可能都去看阿伯家 这个跑车吧 王芬在想跑车赌一把 正常情商的人 对呀 他就想拿这个跑车 就赌一把 成就成 不成就不成 没想到就是 没想到还是没有成 还是失败了 其实他是想赌一把的 赌一把看一下 看看能不能成嘛 他就是不甘心嘛 王芬心里还是不甘心的 就想说 如果去赌一把 假如是赌赢了的话 就是一辈子 赌输的话 哎呀 就是这样吧 反正 这个跑车就当做礼物送给他 王芬心里是这样子想的 没想到阿伯还是让人失望 现在王芬那边父母啊 那一边现在挺难过来 父母那一关挺难过来 他的父母 也不知道他晚上开直播会不会说 这个跑车到底是要要回去 还是是怎么了 今天晚上不知道他会不会开直播讲 讲这个事情 我都希望他开直播 听听他讲讲他的故事什么 不用担心啊 阿梅不会要的 阿梅一定是心中有说不出来的痛 他两个应该是相爱的 对 余生我也是这样子想 他也是 阿梅也不会 我们都知道阿梅不会要 但是王芬不好意思去要回来 不好意思去开回来 他自己感觉送出去了 然后再去开回来 感觉显得他这个人 哎呀 多那个嘛 他就是这个样子 阿梅是不会要的 阿梅也说了 也不会要 叫王菲去 那天看直播也说了呀 他说他不要呀 王菲就是 就是一定要送给他呀 他也说了 说了不要 阿梅也说了不要呀 粉丝们也都知道呀 但是王菲感觉到送出去了这东西 自己再去把它开回来 这样子感觉好像 他感觉好像很没面子吧 对于一个男 男生 然后人家又是做生意人 又是生意人 对于他来说 他感觉到好像很没面子 送出去了东西 又去拿回来 感觉好像自己 很不好的那种嘛 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阿梅 我知道阿梅是不会要 但是现在王菲 不好意思去开 把那个跑车开回来 今天王菲会不会直播 我再猜的话 有可能会开直播 王菲 有可能会开直播 如果王菲不开直播 他的助理有可能会开 都可能会开直播 王菲本来说了 昨天晚上要开直播了 昨天晚上被父母 被父母反正吵了吧 应该吵得挺严重的 昨天应该 也不知道谁跟王菲的父母说 然后王菲的父母知道了 王菲把那个跑车送给那个女孩子 然后他的父母非常的气愤 昨天晚上小小开直播也在那里讲了 他说本来王菲哥是要开直播的 结果回来家被爸爸妈妈 骂得很厉害 他说也没有开直播 昨天晚上 他说 后来好多家人们都打在公屏上 说小小是不是你干的 是不是你告诉他妈妈的 小小都是在那里 反正看小小现在 看到王菲这样子的 他也好像有点吓到了 反正又加上曲部这样子去 一直在他门口守着要那个 那图子如果是我的话 王菲送阿梅这样跑车的话 我就会不要阿梅了 跟他妈吵架 对啊 就是他妈跟他吵架了呀 吵得好厉害哟 他妈 就是想着一个女孩子又没有跟你在一起 你把这个跑车送给他 也许跟权重一样的吗 跟我们这些粉丝想法一样的吗 感觉不值得吧 就是说 一个女孩子又没跟你在一起 你把这个跑车送给他 就感觉很不值得嘛 可能他妈妈的想法也 跟我们大家的想法一样吧 假如这个女孩子跟你在一起了 都成一家人了 你说这个跑车送给他 都无所谓 他又没跟你在一起 把这个 而且这个车子又不是说普通的车子 又不是说那个十来万的那种 便宜的什么的 你这个是一百多个W啊 有这么贵的 这么贵的礼物 这么贵重的物品送给人家 说送就送 都不跟父母商量一下 说送就送了 哪个父母不生气啊 对吧 家人们 这样子不生气的话真的是假的 我是他父母 我都很气 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说送就送啊 你又不是一块两块 你都这么贵重的物品 你说送就送 你至少你要先跟父母商量一下啊 什么样怎么样的 这个事情肯定父母要吵的呀 人家事不要管 有的人管得太宽 我们没有管 我们只是在这里 就是在这里说说 我们没有管 人家送不送是人家的事 对吧 我们也管不着 人家要回去也好 不要回去 我们都管不着 是王妃的话 早就不要阿妹了 阿妹她知识总是不顾她人的感受 自作组装 跑来跑去 把王妃当空气 呵呵呵 每个人想法不变吧 或许我们就不该有段萤火 或许我不该为这是神 如果有天我离开你的生活 如果有天你还爱着我 我跟他人家在那里 我和只ój想想说